看着在迷宫里拼命着陆的潮仓 小丑和一边的尤美聊起了天 小丑说她真的还有些感谢潮仓 因为潮仓让她意识到自己不是唯一的 有很多的杀人小丑 他们是被创造出来的 而且因为这个冲击 小丑的一些回忆也慢慢变得清晰 幼儿园屠杀 电视台杀戮 在一个孩子面前强暴她的母亲 这些回忆都清楚了 小丑还回忆起了最后与墓园警官的对峙 以及她把墓园小女儿 也就是尤美的妹妹 怎么样扭断脖子 怎么样虐杀致死 掏出眼球 割下舌头 砍断四肢 一片一片切下身上的肉 小丑将尤美的妹妹做成了一盘菜 小丑的话让尤美陷入了痛苦的回忆 而小丑却因为尤美分神的状态 直接一圈将她击倒在地 此时的小丑几乎已经完全恢复了丹马的记忆 不过她向尤美保证 别害怕 自己会把她留到潮仓面前再杀的 而此时的潮仓正在迷宫中拼命的奔走 得亏小丑在顶端有大屏幕给她留下了地图 降低了迷宫的难度 潮仓也记住了三个小孩所在的位置 当她找到第一个小孩的时候 潮仓发现小孩的头上带着一个有锁的尖刺装置 时间结束前如果不解开装置 尖刺会直接通过双眼直插炉内 关于第一把钥匙 惊恐的男孩告知缝在了她的手里 于是潮仓让男孩忍一下 然后终于在时间结束前取出钥匙 解开了男孩的装置 安抚了一下惊恐的男孩后 潮仓赶到了第二个解救点 检查了女孩的四肢并没有发现钥匙 最后潮仓看到小女孩痛苦的捂着脖子 这才意识到钥匙在小女孩的肚子里 于是潮仓只好通过抠嗓子眼的方式 让小女孩吐出了钥匙 事情到这里还算顺利 距离迷宫关闭的时间还有七分钟 可在潮仓想要安抚女孩的时候 听说过独眼人新闻的小女孩却直接吓跑了 不过还好小女孩并没有跑多远 明白没有时间解释的潮仓打晕小女孩后 跑向了第三个解救点 在这里之前的小男孩已经帮助潮仓解开了大部分的束缚 接下来就要再取出后背上的钥匙时 小男孩却下不去手 还剩二十多秒 但潮仓觉得已经够了 就那样 在孩子的惨叫中 潮仓终于拿出了钥匙 然而接下来的小男孩却因为剧烈的疼痛 挣扎着打掉了钥匙 这个时候时间已经归零 潮仓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第三个孩子被装置杀死 现在距离迷宫关闭的时间也没有多少了 潮仓只好放下对付小丑的火箭筒 抱起两个孩子向着出口冲去 终于赶在最后一秒前 潮仓跑出了迷宫 安排两个小孩逃离后 潮仓进入了第三管 这次是一个有六个车厢的摩天轮 有美就在其中一个 潮仓可以选择一个号码 除了那个号码之外的所有车厢会立刻爆炸 小丑得意的将这个游戏称之为俄罗斯摩天轮 接下来是选择号码的时刻 顺带着小丑提醒潮仓 号码是有美自己选的 于是潮仓开始回忆 他与有美生活中的线索 有美曾经说过不喜欢奇数 因为奇数会让他觉得总有孤单的一个多余 同时争强好胜的有美也不喜欢第二 人们永远记住的只有第一名 而有美的妹妹是在六月时被杀的 所以有美也讨厌六月 最后潮仓锁定了数字4 在得到答案后 小丑立刻启动装置 除了数字4的车厢外 其他车厢瞬间被引爆 接着那个写着4的车厢停稳后 有美从里面走了出来 小丑欢呼着祝贺潮仓的胜利 但潮仓此时根本高兴不起来 因为之前为了救小孩 减轻负重 他把唯一能对付小丑的火箭筒 扔在了迷宫里 他现在能做的 只有争取时间让有美逃离 可小丑仿佛也注意到了这点 正在二人说话间 伴随着疯癫的大笑 小丑来到了潮仓的面前 一见到潮仓 小丑就笑着感谢他 帮助自己寻回了记忆 但记忆越多 他要杀掉潮仓的欲望也就越强 说话间 小丑拿着匕首和潮仓 进行了激烈的搏斗 几个来回后 肉体繁胎的潮仓 怎么可能打得过改造人小丑 他直接被小丑拎起来 一刀插件的胸口 正当潮仓陷入绝望时 他却看到原本跑开的有美 正在小丑的身后 通过眼神 潮仓意识到 有美没有扣下扳机 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于是他拼命从小丑手中挣脱 而有美也立刻开枪射击 经过改造的电机枪释放出的 简直就是高压电 小丑瞬间被电到外焦里嫩 看到潮仓还在担心小丑死了 有美告诉他 没事的 这是自己专门研究的超级电机枪 得亏绑架的时候 把这个原型机放在了口袋里 不过这个武器唯一的缺点 就是只能使用一次 打歪了就彻底废了 有美不遗余力的研究 如何干掉小丑 也是因为小丑和他有着深仇大恨 就那样 有美搀扶着受伤的潮仓 离开了游乐园 两个月后 有美回到了杀手小丑特前总部 他自从和超仓联手后 已经有六个月没有回到这里了 同事们见到有美回来 还理了短发 纷纷上前热情的欢迎 不过在同事中 有美看到了一个很不喜欢的身影 是田中教授 所有同事也都觉得 这个人在总部里 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 和同事们打完招呼后 有美来到了所长室 在这里 所长告诉了有美一件 他以为是好消息 但在有美看来 却是无比糟糕的事情 他们就在几天前 抓捕到了一只杀人小丑 所长开心的告诉有美 他的大仇已报 杀人小丑已经被搞定了 所以包括武装部门 针对杀人小丑的特遣行动 可以结束了 部门也马上要解散了 真是个美好的结局啊 这时的有美才绝望的意识到 所长并没有发现 杀人小丑不止一个 不知为何 有美并没有将自己掌握的信息 告诉所长 他还在所长的带领下 参观了那个被抓住的杀人小丑 但这个小丑比有美见到的任何一个都要强壮 他甚至都不确认 这是不是杀人小丑了 但所长让他放心 这个玩意儿一下子就干掉了三名特种兵 并将八个特种部队成员送进了医院 这种怪物绝对是杀人小丑 说着 所长大笑起来 被杀人小丑支配的恐惧已经是过去式了 现在整个社会都安全了 可此时的有美并不这么想 找了个机会 有美将自己得到的信息告诉了潮仓 针对小丑的冷冻蛋和麻醉枪 他可能以后并不能随心所欲的提供了 潮仓询问有美 为什么不告诉其他人小丑不止一个 有美回答说 一旦自己和潮仓合作 并给潮仓提供武器的事情被发现 同样会被冠以判驳罪 于是有美只能寄希望于同事 通过研究杀人小丑 发现他们不止一个 挂断电话 回到总部的有美 遇到了之前讨人厌的田中教授 田中教授好像在找一个同事 但有美也懒得搭理这些事 他需要思考接下来的对策 目前看来最坏的情况 就是只能自己研究加强电击枪了 可就这样想着 进入厕所的有美 突然发现隔间里 正在缓缓渗出大量的鲜血 他急忙跑了过去 只见之前田中教授寻找的那个女同事 此时双手被砍断 惨死在了隔间中 灾难正在降临于 这个专门对付小丑的总部 随后总部里的同事 接二连三的遭到虐杀 当意识到事态不妙的众人 打算逃离总部时 却发现门被锁住了 而这时广播里 传出了小丑的声音 自己已经被这帮 一直想抓自己的跳蚤弄烦了 所以今晚他会干掉所有的跳蚤 由于太过相信总部的原因 有美根本没有带电击枪 想要对付小丑 只能前往武器存放室 但有美之前说过 他们这帮实验人员 根本不敢面对危险 于是他只好和另外一个 胆子超大的同事左腾前往 他们的目标是 先去所长室拿钥匙 然后再赶到武器室 在路上 他们看到了大量 被残杀的同事尸体 由美怀疑总部出了内鬼 是内鬼释放了被关押的小丑 为了打消怀疑 在路过关押室的时候 由美走了进去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禁闭室中的小丑 依然被关在这里 甚至他还发现 这只小丑居然是清醒的 这也就意味着 他之前研究的 小丑同一时间 只能活动一个 是错误的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有人在假扮小丑 但无论如何 他们的首要目标 都是先去拿武器 就那样 由美来到了所长室 可应入眼帘的 是已经受了重伤 奄奄一息的所长 见到由美来了 所长也猜到了他们的计划 于是所长颤抖着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吊坠 那是由美和他分手前 他制作的吊坠 之后也被做成了 武器设的电子钥匙 即使分手 所长仍旧爱着由美 在又向由美表达了爱意之后 所长缓缓垂下了脑袋 来不及悲伤 由美一路赶到了武器室 可就在他松了口气 打算进去拿武器时 却发现跟在身后的同事 左堂不知何时 脑袋已经被人砍掉了 这时 从黑暗中冲出了一个人影 看样子 由美还以为是朝仓来了 结果却是兰博打扮的杀人小丑 见到由美 杀人小丑得意的向他炫耀 现在这个总部 除了由美以外的所有人 都已经被干掉了 至于留着由美的原因是 小丑想让他打电话 叫朝仓过来 可就在说话间 小丑突然浑身冒烟 颤抖着倒在了地上 干掉小丑的是拿着电击枪的朝仓 由美疑惑 朝仓怎么来了 朝仓回答说 自己本来想帮由美 带点武器出去的 没想到歪打正着 遇到了这件事 看到朝仓的出现 由美也安心了许多 他向朝仓讲起 总部里还有一个奇怪的小丑 他的身形和之前遇到的 任何一个小丑都不一样 甚至这个小丑 还能和其他小丑同时拥有意识 由美打算想要亲自研究一下 这个小丑 然而 当他们感到特别研究室的时候 却发现田中教授正在这里 之前那个小丑 不是说已经杀的只剩下由美了吗 而田中也没有卖关子 他直接大笑着告诉面前的二人 是自己在控制小丑 而且朝仓干掉小丑 以及丹马的各种事情 田中也知道的一前二出 就在由美感叹于总部里 出了一个叛徒的时候 他之前的恋人所长拿着枪 也走进了特别研究室 看来叛徒不止一个 接下来就是反派跳反的介绍事件 所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由美 他们是怎么找到丹马存放头颅的实验室的 以及他们是如何学习了解丹马 为什么创造杀人小丑的 他们震惊于丹马的创造和科学能力 同时他们也改建了这些小丑 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田中大笑着告诉朝仓二人 他们要把生命的可贵 告诉这个已经忘记死亡的世界 他们要净化麻木的群众 甚至他们还想让小丑走出日本走向世界 干掉总部所有的同事 也是因为要减少阻碍 现在轮到朝仓和由美了 之前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所长早就知道朝仓的存在 他们还等着由美给朝仓打电话呢 现在朝仓来了 他们俩可以一起去死了 说话间 所长就要对着朝仓扣下班机 可没想到的是 一瞬间的功夫 朝仓居然闪到了所长的身后 直接制服了他 所长不明白朝仓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而朝仓也不避讳的告诉所长 自己经历了改造 在那次游乐园事件后 朝仓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太弱了 人类终归是有极限的 为了对抗小丑 朝仓打算不做人了 然而即使明白朝仓已经变成了改造人 所长和田中依然不慌 在给面前的小丑打了一针后 原本就强壮异常的小丑 瞬间挣脱束缚 膨胀成了一个山一般的怪物 所长二人倒要看看 朝仓和小丑两个改造人 到底谁更厉害 而且现在正有七个小丑正在赶往这里 到时候绝对够朝仓喝一壶的 对于这个已经脱离人性的所长 原本秉承着只杀小丑的朝仓 此时咬牙扣下了班机 因为所长已经不算人了 接下来朝仓也不打算对抗那个超级小丑 他丢下田中和超级小丑 抱着尤美快速逃离了总部 另外一遍 一名和服少女也在关注着小丑的行踪 并调查到了唯一在小丑手下幸存的朝仓 不知过了多久 一辆卡车停在了东京某处的街头 随着卡车屏幕上的小丑出现 单马扭曲起变态的计划已然开始 他们先是在众目睽睽下炸掉了东京塔 然后从卡车上跑下了一群拿着武器的小丑 他们肆意对着人群射击 无论性别 无论年纪 所有人都遭受到了小丑的疯狂虐杀 一个母亲本来想要吸引火力拯救自己的孩子 但她被虐杀后 躲在垃圾箱里的孩子也难逃一死 东京新塑的街头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 到处都是废墟残骸 到处都是人们散落残破的尸体 但这依然不能阻止前线记者的播报 可小丑哪能错过这种上镜的机会 在向全日本宣布东京屠杀活动开始后 小丑掏出枪直接干掉了播报的记者 接下来的时间里包括色谷在内 越来越多的城市被小丑攻下 他们肆无忌惮地虐杀着城中的每一个人 这一切也被躲起来的巢仓看在眼里 正在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 一个人走进了巢仓的实验室 是一名自称和子的和服少女